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师傅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又来了 32支球队争夺球坛最高荣誉的大力神杯 到底这个奖杯有什么特别呢? 1974年面世的大力神杯高36厘米 重4.97公斤 由18K黄金制造 底座商有两圈墨绿色的孔雀石 掌杯由意大利雕塑家加扎尼加设计 线条从底座以螺旋式曲线向上延展 展现出两个伸手举起地球的大力士 象征光辉和荣耀 大力神杯这个名字也是由此而来 大力神杯是永久流动性掌杯 轮流由每届世界杯冠军球队保存 在四年后的世界杯决赛当日交环 并颁发给下一届冠军队伍 大力神杯的底座预留了位置 可以刻上17届冠军球队的名字 预料大力神杯可以沿用至2038年的一届世界杯 大力神杯是历史上第二个世界杯奖杯 之前用的那个叫做蕾米金杯 是由法国雕塑家拉弗勒设计的蕾米金杯 高35厘米重3.8公斤 是由银杯度金注成 底座四面各箱有一块金牌 用来刻上冠军队伍的名字 蕾米金杯的命名是为了紀念世界杯始创者蕾米 他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女神杯 意念是来自他的造型主体 是希腊神话中的胜利女神奈基 他展开翅膀高举掌杯 象征胜利和荣耀 按照规定 三次奪得世界杯冠军的队伍 就可以永久保存蕾米金杯 巴西队在1970年开创了三次奪冠纪录 金杯自此就是巴西队拥有 但是巴西并未能真正永远留住蕾米金杯 1983年 掌杯在里约热内奴被人偷走 现在巴西拥有的只是一件复制品 除了掌杯 世界杯比赛用的足球也很讲究 今届用的足球叫做森巴荣耀 球面的设计意念 来自巴西人传统穿戴的许愿手额 色彩纷纷 这款足球用了两年半时间做研究和测试 表面是由六块大小相同的球皮 陷阱而成 声称制造出独有的对称结构 堪称是史上最圆的足球 有关方面就说 森巴荣耀在爪力、触感、空气动力学 等等各方面的表现都比之前的好 稳定性也够高 无论是什么天气都可以提供到公平的比赛环境 上届南非世界杯用的官方足球裂平如潮 很多球员都说那球太飘 有人甚至形容自己好像踢沙滩球 或者排球一样 连带入球率都偏低 希望换过新款足球之后 球员今届踢得更加称心 球赛亦更加可观 今天的新闻之呼说到这里